欢迎大家收看清酒神碧鹤 大家好 要先认识一下,你接下来两个星期会休息 在瑞德堂这里休息,要交代台务 由于这个星期四开始是美食博栏 尽管少了很多国家参与 但据我所知,日本理事馆和贸易发展局都派了很多人去参与 想取得很多不同的情报 即是说,他们都不会放弃香港这四个人住 你加住就好些,暂时了 但看一看形势如何 在这里看一看,8月底就会排放福岛核电厂的污水 没错,所以后面的罐头由今个月开始会全部不入货 因为日本那边怕万一出境的时候被人... 即是收买了 没错,所以如果之前没吃过,或者想保单 就要尽快买了 因为我们都会拿去会展卖 这里讲一讲会展的流程 8月17日早上至10点,晚上10点至21日 我们设计堂都去了美食博览那里做的 在那里会有很多产品特价发售 不过,如果会员去那里买东西 那几天是不会有积分的 不过,大家看到的价钱 基本上不要积分就比就这样买 希望大家去开湾仔上来支持一下 另外8月23至28日 就是小弟和家人去一个旅行 因为我们计算过 17年年尾去了最后一次 就隔了差不多6年就没去过旅行 哇,怎么可以啊,你怎么可以做家人啊 所以在负担得到的环境下 都尽量省省地去一次旅行 不要省啊,好些啦 我自己就很省的 是啊,你省自己好了,你不要省子女啊 你知不知道 老婆特别不要省啊 去USJ,即那个游乐场玩 买那些不用排队的票 美金入场券啊 一家四口是要6800元港币的 如果你给韩老虎鞋 我自己也不会买的 不过跟他们去就没办法了 没办法的啦 这些女孩要开心啊 是啊 都什么啦,都鼓励一下他们啦 都用心读书的 所以换句说话来说 接下来我们的过几星期 我们门市就暂时休息的 那当然啦 我们稍后会打个名势出来 哪一天我们会开 和什么时候我们恢复营业 都会在那里写清楚的 那如果订了产品的朋友呢 那就可以留意时间 上来探探我们 和上来拿货这样啦 嗯,这个旅行呢 大家不用担心啊 这个节目一定继续做的 没错 因为我已经时间的关系 已经邀请了两位嘉宾 在过去那几天呢 就录了两集节目 在那里预告一点点啦 那两位朋友帮忙做的节目呢 都很精彩的 当中包括啊Leo啦 原来Leo那些恐怖经历呢 都挺令人惊的 因为我太太也在那里听着的 他就会觉得 哇,如果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 那他会怎样呢 我老婆说是会发狂的 因为我们一般人 是不会这样撞鬼 就是可能 我怀疑 应该可能 Leo的体质呢 是吸引这些东西的 是 所以呢 会多不少呢 都会比较容易 就是 叫做撞到这些东西 尤其是他 他说了两三个故事呢 都是跟七月节有关的 是的 所以呢 如果七月节的时候呢 就尽量不要去一些陌生的地方过夜 喂 怎会尽量呢 一定不去啦 老虎都说 不是的 比如你 情到龙事 不如去外面 去士庸酒店 是的,没错 但是往往就是这些地方呢 就招夜一些东西 那当然 Leo就不是因为要寻欢才去的 他是因为有些要整车的关系呢 是 就要去那里过夜 但是呢 就吓到他 他宁愿躺街 都不再回那间斌馆 是的 是的 所以大家到期时就一起看 收看这个节目 是的 至于我方面呢 我就等你走了 去完旅行 我才去旅行 但是台长你是不是都会去呢 当然要去啦 但是你都是选择日本 还是去其他地方玩呢 去做事呢 去做事呢 就是这样的 现在我都很尴尬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有人告诉我 其实你现在是不可以放假的 嗯 因为为什么呢 放假的时候呢 那些观众就会断眼 跟着呢 就停止订阅 是 那我就很大心理压力 有没有这样的情状 你告诉我 应该是没有的 一定有啦 很少啦 所以原本是月底 打算是 都是搭着你的时间 趁着你走 我们都可以 我自己可以一起去 其他地方的旅行 没错 但是想想一下 不太好处 为什么呢 就是月底 不肯到那些人 就停止订阅 下个月头不太大 所以变成了 就应该移到 九月头 或者九月中 哦 明白 选择旅行方面呢 原本我打算比较长途 但是法国呢 坐长途机和时差呢 我又不太想 始终都是辛苦的 坐太长飞机 但是如果近距离的 选择就不多了 韩国我现在不想去 嗯 因为今次的风 我想的严量很大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因为上个星期 他们打了那风 那个走势 他们回不了 有些人在那边 滞留了一个星期 是 哇 香港真是麻烦 是啊 那现在这个风更厉害 所以我就不知道 是怎样 所以韩国那里 就不能作一个选择 今天早上日本打风 新干线 内陆机停了 停了 那你说去沖繩 现在打风 你又是真有无忍 因为试过去沖繩的时候 他真的说要打风 打风 就立刻所有东西都不能做 但幸好后风不打 可以去到公馆岛 去那里去参观一下 不是参观 去那里游泳 游泳 所以那个选择方面 台长你的皮肤又好了 挺漂亮的 因为上个星期 可能晒得太厉害了 我晒得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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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太厉害了 不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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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沖繩那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要避免打风 其他在想 新加坡 可能新加坡都可以了 他在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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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 又等到叼里 叼里 叼里还在马来西亚 听闻 他在马来西亚 总之一起跟他去 我跟他说 你带团几个话表 跟台长听 我们可能在那里做一集 但anyway 旅行就不能避免了 旅行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想拍些东西 但是选择哪个地方 既可以在那里 旅行 又可以拍到一些 比较精彩的东西 我现在正在思考 是 那就先买个关子 好 一定有的 另一个问题 听闻有些观众 真的想问我 可能有些朋友 或者观众 不太有意思 直接问我 就涉及到我个人的 生活的问题 有人怀疑一件事 究竟我是不是夏天不开冷气 不开风扇 冬天冲冻水凉 夏天冲热水凉 夏天冲热水凉 夏天没有来冲热水凉 我不知道 因为十几年前 听你做神秘知语讲 我和大家不同 我要练功 夏天冲暖水热水 不是 都是冻水的 冬天冲冻水 所以这个就有点挑战 应该要受个训练 否则肺炎 我最低 最高的纪录 是应该六度冲冻水凉 但是这个前提就是 我要 warm up 是 是 不可以一起床 就去冲 或者深夜睡觉之前去冲 因为会惹事 明白 事实上 毛泽东的老师阳昌仔 是因为感心有命 发死了 是深夜冲冻水凉 是 为何要这样 冲冻水凉 他觉得这是一种 对自己的意志的挑战 是 不过有关洗澡的事 日本洗澡 我也有一件事分享 不过要等台长先分享 等我说完 这个个人问题 其实没有必要在这里公开 但Lorence说有人敢问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 不断去说他自己不开冷气 不过有客人来的时候他要开 就是他有冷气 没错 而且他只是开风扇而已 他只是开风扇 而且他最近说 他的褲子一个月都不用 是啊 真是限水 但是也会出汗 所以他说他下身没有汗 不是 那你很容易生闪的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他说了出来 就是他的电标 他每一个交的电费 是负七度 这个牵起另一个女记者 林妙欣 这个也是一个很出名的女记者 因为他做的新闻也很好 他现在变成自由工作 就是自由工作 他就写了一篇长文去回应这件事 他说他也是这么省的 哦 他是负二 他是不是单身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单身 他是列了出来 不过他是搞笑而已 他回应这件事 至于我呢 是很多年的 我不是似于近日 我也不是针对 因为我要环保 我那个习惯是源于习母 因为很多年前我听到叶敏 就是我们的宗师 他冲冻水凉 是 但是他冲冻水凉之前 他冲冻水凉 是 但是他冲冻水凉之前 他冲冻水凉 他要的 可能他这个做法 是一种身体的锻炼 我亦都有同样的情况 但是问题就是 没有冷气 冷气这个问题 涉及到第一件事 我穷了 我没钱 我没钱装冷气 装冷气的电费很贵 千万别这么说 这个是选择的问题 不是 不是 不是你穷 你拿开冷气 那个电标 你能怎么发发的 没有 你没有研究过 你家里一个月 电费是多少钱 我自动过户 我没什么问题 这个是你的问题 作为一个家庭收入的主要负担者 其实你要精打细算 你每一个环节 要花多少钱 要省多少钱 其实你不能依赖太太 你要精打细算 你计算一计数 如果夏天不开冷气 那电费是差多远 我告诉你 是超过80% 即是80% 是啊 是什么浪电呢 电视浪电 冰柜也浪电 冰柜浪电 最浪电就是冷气 是吧 我也认为冷气最厉害 所以我就是 是纯粹经济的原因 我认识不了 所以我就不开 那最精彩的时间 这里也不怕说一些往事 就是2021年的时候 那时候 因为还在MyRadio那里 有些写稿 是 热到妈妈都不认得 就是 躺在床上 是 就是 按那个iPad 交稿 是 搞到可能 就是 轻则深夜2点 遲则就是3点 是 是 好歹是写到9月 我就飞 都不在那里拿名 真的有 真是有 真是有血有汗 那些稿 不是有血就没有 但是真是 哇 那时候是 纯粹靠斗子 是 是 写到9月就可以飞去伦敦了 接着可以 那结果回来就不用写了 哈哈 所以大家问这个问题就是 没有可能的 很多时候大家是 心理的作用大于实际的局限 例子 比如说我一次去北丹 是 我上完苦月接回来 我下回来之后 为什么我会上去呢 我自己有些疑问在那里 但是你做的时候 你不会有这种心理负担的 幸好我没有去 不是 你也是 你去的时候 你只想一件事 我去上去 你不要想其他事 不要想我不行 不行的 其实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 你看上去是很难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你做下去 你进入了状态 有些事情就不是那么难 当然我不是说 所有事情都是 你叫我现在说 我进入状态 我不是100公尺跑 9秒9 你真的有些局限 但是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态 是一种的 给了自己一种局限 这种是一种 比较负面的心理状态 所以 你去衡量自己 比如说 你自己的心理状态 做不做到这件事情 是应该给你自己认为的 是高一点 但是不要去得太多 是不是 我这样说的时候 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 我不会像林超英那样去标榜 譬如之前 陈建文 他说他坐牢之前 他晚上不开冷气 冲冻水凉 我告诉大家 我一直都这么做 不用等你坐牢之前 才要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是你自己的选择 如果你觉得是值得的 那就去尝试一下 那你那晚 是冲冻水凉 冲冻水凉 冲冻水凉 不要测试 但是你试了之后 觉得 咦 我是可以忍受到 还有我自己的情况 就是我继续有操练 是 是 是一个比较恒相的操练 所以 可以达到这种状态 那风扇呢 风扇呢 以前都没有开的 是 但是这两晚 就真的开始不太定心 是 真实的 真的开始 都是肉之躯 但是开了一会儿 我就认识它了 为什么呢 我不是太喜欢 风又吹着我 反而我觉得不太舒服 是 冷气也是 冷气就 你睡得很好 但是你发觉 如果你没有出汗 其实就 对人不太好 就是个人的自然状态 是冬天你就要保暖 是 夏天呢 你要出汗 出汗其实是一种呼吸来的 是 就是将你体内的毒素 透过皮肤 去散发出来 但是也不要 就是过分 过量 过量 所以我这里讲的就是 我讲的东西 或者我是 就是冲冻水凉 或者是 不开风扇 肯定不开冷气 那我很努力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个人的选择来 就不像林超英 你个人都要这么做 因为为什么每个人的条件不同 是 譬如现在出现这个状态 有些人在那个劏房里面 他们开 没有冷气 开不了冷气 有些烤死了 是 或者中风 所以大家要衡量自己的条件 所以大家要衡量自己的条件 我想说 就这样在这里 如果那个 就是早前的风 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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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么好的 二十六七度都热到死了 这里 不是这里是局 不是这里是局 何况你说劏房那些更加局 有多人 不是的 你现在想这个问题 那些居住环境的人都很痛苦 是啊 那我强调一件事 就是 譬如说我们成年人 我们自己可以忍受 但是小孩子不行 是 没错 你小孩子 他不能睡觉 他第二天就没有心思上学 然后又有很多 学性循环 学性循环 所以 我是因为我自己的条件 所以我做这件事 但我不会跟林超英说 你过我都应该这么做 这是此其一 裁长是低调的 是的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家里有老人家和小孩子 就不能够随意了 你一定要照顾你的要求 譬如你说现在的司机 他六十多岁七十多岁 他很肥的 你叫他三十六度 坐在的士里面 没冷气 哈哈哈哈 辞了搞出人命 心脏病发 因为以前的人很傻地 试过停车息时 是 你想想 你的车摆在路天的停车空海里面 浪了 五六个小时 过五十度的 那部车里面 那部司机坐进去 你叫他停了车 然后就 適时 你就想拿他的名字 哈哈 这个不能够 不能够 所以现在没有人再说这件事 是吧 尤其是现在三十多 三十六七度 那你车又会吸热的 那你又把热在里面 那你怎么能够 五分钟以上 是啊 那他可能未必五分钟 他未必顶得上 是啊 真的 加上现在 吃东西 喝水 那些条件 都没有以前那么好的 所以说 你准备一样 即使有个外在因素 可能就会令到你那一刻 出现了一个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 看量很多人的不同处境 就不是这样 像批判那样 啊 你這樣用電法就後悔了 一個是環保,另一個是食斋 食斋也是,有些是說到罪孽深重陷 我就不覺得是這樣的 每個人有自己的條件 你感謝那些食物就可以了 至於大家如果聽到之後想學習的話 我就告訴你一句 你就不要馬上走 會逐步逐步來的 逐步逐步來的 阿船都有教過我 你第一次去到最有挑戰性的 你很容易就出現問題 是,沒錯 所以這個就適合私人問題 我就不想說太多了 如果再有不明白的 就要Lorence跟我去解答 希望大家都怎麼說呢 不滿意台長這個演繹 我覺得都是很... 還有一個還沒說 究竟我電費多少呢 其實我都可以拿電費單給大家看 是 我都是負義的 負義的 負義是不是交電費? 當然不用交了 我這麼多年都沒有交過電費 因為他現在還有補貼 電費還有補貼 我連補貼都沒有用 是 如果補貼因為你不用交 所以我是省很多錢的 有省錢有環保 是,環保我就不敢說了 因為我的動機不是這件事 是 所以大家就自己參考 自己喜歡 那自己設計我其他私人問題 例如我感情生活 例如我操練 例如我的作息 我都不會問你的 也有很多人問的 到適當的時候 我就去打架 那我告訴你 很多人說 最近有一位朋友跟我說 你做這麼多事情 你又打拳 你又練功 你又看書 你又走去潛水 這樣的時間管理大師 那我告訴你我不是 為什麼呢 我起碼睡一張行動 睡十個小時以上 成績下來時間我才會做其他事情 我也是說 如果有得選擇 我會分久一點 如果可以的話 所以大家 如果對我自己的私生活很有興趣的話 就麻煩你集中 一次過問我 一次過回答給大家 但作為一個人 其實我是一個很渺小人 我和大家一樣 為生活營營營營 只求一測 就是三生一宿而已 所以大家就無需對我一個小人物 就太過關注的 大家 都是關心來的嘛 不是 關心我可以用其他方法 例如是訂閱我的Patreon 這個大家都有做的 訂閱這個YouTube 就是對我私生活 興趣有 是應該作為一種的 看別人其他人怎麼生活 就不是對我個人 有什麼特殊的外號 因為我不是一個大家關心的人 我們今天就閒話小說 我們就講講我們今天的題目 是的 今天的題目 都是環繞日本各地 有沒有什麼新奇有趣的地方 今次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地方 就叫做耶穌基督之母 這些耶穌基督之母 就是在青森縣的 青森縣在哪裡 青森縣在東北 就是說 木村收集蘋果那裡 就叫青森縣 青森縣就位於 鹹館的下面 所以呢 它的冬天會來得快些 一到冬天的時候 氣溫就會很低的了 低到怎樣 低到 低到 可能有時十幾度 應該這樣說 以前呢 應該幾十年前 有個地方叫八和田 十和田 那它呢 就有些軍隊 當時就不知怎樣演練呢 就遇到大風雪 差不多全隊兵都 差不多死了 那就是冷到 那些手腳都掉了出來 可以這麼冷嗎 是啊 這個很誇張 它當地是有個博物館 就在這個 叫做耶穌基督之母的 附近的一些地方 嗯 所以如果將來有機會 我們去東北 我們也可以去這些地方參觀一下 怎麼去呢 那當然啦 現在呢 就應該還沒有這個直航機去青森園 所以有兩個方法 一是呢 就坐機 就坐到北海裡的窄房 就由窄房坐在火車 就去這個青森 或者轉落機去青森 一是就坐到東京 東京就坐在新幹線 就去前往青森 不過兩個方法都好呢 那個需要的時間都比較長的 嗯 所以呢 在你安排行程的時候 不妨加多些其他路過的景點 那你的旅程就會豐富很多了 但是它不是一個 就是大部分香港人去的旅遊景點 很少 因為其實是這樣的 如果有宗教信仰 當然是天主教 或者是基督教 會覺得這件事很無契 怎麼可能 各各他山上 被人叮十字架 離開人世 怎麼可能會去日本 這個不可能的 這些是騙人的 這些是一些房子來的 但是如果你有興趣研究神秘學 你就會對它的背景 為什麼有人會覺得 這個地方是耶穌的墓 又或者 為什麼不單止耶穌的墓 摩西也會有那個墳墓 在日本的呢 這個是相信 絕對值得大家去研究的 嗯 好了 青森園有很多東西 沒錯 現在青森園有這些傳說 沒錯 大家有沒有考據 這個傳說是何時開始的 是的 這個傳說是由1937年開始的 我們先說一下那個地點 我們這次說這個地點 就是在十和田的湖 青森園 新香 湖來村 在這個地點那裡 在1937年的時候 有一位作者 他就叫做山根谷 但是後來呢 他是做政治家 和那個 當他出了名的時候 就把自己的名字 改回做山根谷子的 是的 是女性 是女性來的 這位女性是很不簡單的 他一讀完書的時候 就已經參與很多 女性的活動的了 那這些女性是做些什麼活動呢 是加上其他學歷比較高 就是一個身份地位比較有的 人士出來 去為一些女性爭取的權益 而當他發現 他自己是很難投入到 日本本土的一些信仰的時候 他就認為自己應該其實 要相信這個一臣 尤其是在猶太那邊的一臣 他就覺得 這個才是一個最高的存在 當然 他後來是利用著自己 在那個政壇上面的身份 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宣揚這些東西 所以儘管後來 那個摩西 據說摩西那個墓 在這個石川縣的羽金郡的那個地方 儘管當時是有人反對的 但由於他有一些政治勢力 所以後來都是被他成功爭取到 在那裡安放一個 就叫做摩西之墓的一個原地 這樣 他現在近代就會 將他包裝成為一個叫做景點 是的 譬如是摩西之墓的公園這樣 這個挺特別的 那他這個會不會當是 我們之前說的那個 日本的新興宗教去看呢 就是日本很多人 他們很懂得賺錢 或者賺政治的本錢 就自己拿出來搞宗教 結果就可以收錢 和有一班的信眾 是 其實我是有查資料的時候 看到他原本 因為他同時要兼顧很多東西 又要做政治 又要寫書 資源不是很足夠的 但是當他一說了這個 耶穌基督之墓 在清心願 又出了一些書 去發表這些事的時候 就開始有人課金給他了 近代又叫課金 當時就叫做奉獻 奉賞 就令到他多了些資源 去繼續做他想做的事 嗯 所以這個人都挺值得大家去研究的 還有呢 他在這個政治的舞台的時候 他後面是有兩個非常強力的人物去支持他 一位叫犬養毅 大家可能都沒有聽過 一位日本首相 另一位叫頭山門 剛才提過我的 這兩位都是一個響當當的人物來的 尤其是頭山門是一位出身很傳奇的人物 後來就成為一個很大的幫會的一個頭目 頭目來的 終於有機會講的 這兩個人我都要先講一講 第一件事就是犬養 如果我們從中文講的 他是不是被狗養大呢 那就不是的 因為我們講了很多次 日文的動詞是放在尾上的 沒錯 所以犬養其實意思是 養狗的 沒錯 這個姓 就是可能他的祖先是養狗出身的 但是這個大家不要太執著 因為姓的東西 其實最多人都是沒有姓的 只是可能只是一個名字 要找姓 隨便找個姓出來 我想跟大家提一提 有很多古靈精怪的姓 我剛剛才看到的 一個叫鴨頭 一個叫豬鼻 很難 如果以我們看字 用中文字去理解的人 的思維就是說 怎麼會改自己的姓做這些呢 還有鬼頭 所以大家會覺得 日本的姓 有一個經典的就是 那時候你講過的 中出 沒錯 我想如果有個學生 有個老師叫中出 中出老師 哈哈哈哈 糟了 如果在香港就糟了 真的 是啊 中出經理 沒錯 中出經理 不好意思 今天想這樣的 但是這些就是笑話 犬養毅其實是一個很著名的 日本首相 著名在於什麼呢 孫中山曾經是想拉攏他的 那他的時間台 即是一九二幾年左右 後來他應該被暗殺的 是 在他被暗殺之前 其實孫中山就很想找他幫忙 捐錢 或者製作很多樣的援助 給他推翻這個滿清 所以當時孫中山在日本 相當之多足跡 最經典的就是他在日本應該有一個太太 是 生了一個女兒 那個太太的名字應該是大月婚 那 孫中山溝的時候 這個女孩只有十幾歲 十四歲 他就認識 沒有什麼 他當時喜歡這些 是這樣的 是正常的 是啊 但是問題就是 孫中山當時在日本 其實都幾多朋友 是有的 另一個朋友是頭山滿 孫中山後來和宋美玲結婚的時候 宋慶玲 不是宋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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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慶玲結婚的時候 那個婚禮其實就是頭山滿幫他搞的 在日本那裡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孫中山需要借助很多日本不同勢力的人去幫他忙 那 譬如接觸這些類似黑社會 在當時來說 是沒有辦法之用的辦法 孫中山自己都是雙方紅軍 是 他是洪門 這個很出名 是啊 至於頭山滿本身是一個很傳奇的人 傳奇在於什麼呢 他應該是 就是和抗工一起 抗工在日本其實是一個很低下階層的工作 但是竟然呢 他發展到後來呢 他成為了日本其中一個最大幫會的頭目 他應該是黑龍會 沒錯 也都在中國東北有很大的勢力在那裡 但是很奇怪地呢 就是戰爭的時候 他後來應該不是一個戰犯來的 他應該安... 我忘記了 他應該是安享萬年的 所以這段歷史呢 到現在都是一個謎 就是黑龍會當時 他在中國的東北 他們的勢力去到哪一個部分呢 國民黨的元老 和他們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那這個到現在都不是一個... 就是不是太清晰了 日本有日本的寫法 就是中文有中文的寫法 大家都不是太想說這件事 所以他們兩個 他和這位女子 一起的關係呢 很明顯就是這些人 就是這位女子或者其他人 他們很懂得去和這些政界的人物 或者這些黑社會 去打交道 從而去拿本錢 沒錯 如果反過來 譬如這類人 他們都不想自己去出面 而是想找一些白手套 去和他們做事 我懷疑到日本到現在都會有類似的情況 是 好了 我們說回發現的經過 原來呢 在這本書出之前 有一本書是記載了有一件這樣的事 所以才令到這個山根谷 或者叫山根谷子 他有興趣去調查這件事 有沒有他的相片呢 有稍後我們會放回營光幕 給大家看 也挺端莊的 那個樣子 就是像那些 訓導主任 校長的格局 原來呢 大家可能有聽過了 我們因為 久不久都會提提這本書 有一本叫足內文書 的典籍 這本足內文書 其實它也是一本預言書 看看將來有沒有機會 我們多說一些它的預言 在足內文書裡面呢 裡面有一個叫做天津教的教祖 叫做足內巨摩 它在1935年 即是早過這本書 發行前的兩年呢 就去到當地 去到當地的時候 是那個人自己說的 就發現到有兩個圓形的毛蟲 那毛蟲上面呢 就有一些十字架的形式的裝飾 就放在那個毛蟲的附近 那它就很好奇 想查一下是什麼 那它就沒有透露到它是怎樣查 還有最後查到什麼 它只是說 以它個人的推斷 以及以當地留在的證據呢 它就認為呢 這兩個這樣的毛蟲 不是一個普通的毛蟲 而是十分之有機會 我們相信耶穌 即是神的兒子耶和華的兒子 耶穌 他去了日本之後 被埋葬的地方 另外一個毛蟲是什麼呢 就是耶穌的弟弟的頭髮重 和他媽媽馬利亞的圍骨 都是放在那裡的 耶穌的弟弟是誰 他有寫的 但是呢 我只能夠寫那個譯音 那個譯音就叫做 伊斯基里 不好意思 伊斯基里 耶穌祢 耶穌叫做伊斯基里 耶穌的弟弟 耶穌叫做伊斯基里 伊斯基里 就是耶穌的弟弟 但是他的圍骨 沒有放在日本 之後我們會再說 耶穌應該有很多弟弟 因为红秀传都是耶稣的弟弟 在体验和精神上,他应该有很多兄弟 那些都是留的 据山根谷子的调查所知道 当时耶稣在21至23岁的时候去了日本留学 原来耶稣中间在圣经有一段日子消失了 他去了印度,再经过中国再去日本 但后来他说原来他之后来日本定居不是经过中国 是经过西伯利亚,在上面的东北 当时耶稣去了两年学习日本当地文化和宗教信仰 对当地很有研究的心态 所以希望将有机会去极东的地方 研究多些世界和神之间的关系 去到他被人判了有罪 据山根谷子的调查所知道 原来被人掂十字架的那个不是他本人 而是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是代替身 在他山上被人掂十字架,犧牲了 他自己和他妈妈和他自己有几个亲人 经过西伯利亚去了东北 在东北的时候定居了下来 他定居了下来之后 也要称呼自己叫什么名字 他的表记叫什么呢 十来太郎大天空 这个就是耶稣在当地的日文名 据说他是由他三十多岁到一百零六岁 才在当地过世 他过世之后他的后宠就帮他埋葬了 在发现到他的冒宠的一个地方 当然了,他们之后他的子字 一个一个都是被埋葬在附近的冒宠 那就是说他有结婚生子的 有了,他是生了三个子女 那他是娶日本老婆还是娶美老婆 是的,娶日本老婆去到当地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这些天方夜谭很神奇 但是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这条村方圆十公里以内的地方 他们说的方言和日本的方言是不同的 我们很明显,如果去过东北的朋友就知道了 我们去到那里听日文,是不同的 如果你是普通一个人 即是普通一个认识日文的人去到那里 你都可以听明白那些人说什么的 因为他是说他的那些方言 那里的人呢,他们会叫爸爸做什么呢? 阿达 叫妈妈就叫阿爸 他们去推断这个阿达的由来是阿达 是的,就是说阿当 那妈妈就叫阿爸 阿爸就是那个夏娃 那就是由这两个发音去改成的 那如果...但是...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粉丝 可能你们会记得有一集我们讲阿谷川新思 除了他怎么作的首歌 是一些比较奇特的遭遇以外呢 他讲过就是说 犹太和日本是同源的 现在有很多日文呢 我们的发音都很像希伯来文的嘛 所以呢,这里又好像有机会成立啊 为什么当地的一些方言和希伯来文是这么似的呢? 那而且呢,他们当地的习族就是什么呢? 每当一个BB仔生了出来 他要第一次外出的时候呢 都要用红色的墨 在那个眉心那里写一个十字 就好像一个十字架那样 那流传到现在的喔 是的,到现在都有的喔 那么呢,在六月每一年 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日 就会有一个叫做耶稣祭典的城市 就在那个山上呢 就举行的 那当然啦 这个祭典呢 就不会经常大肆规模地拍给大家看的 但当然如果大家在YouTube上面 在尋找用 如果你用日文 Kiristo Mahziri 就是祭字的汉字呢 就会打出很多相关的影片 可以给大家看到的啦 大家就会看到 哇,他们穿白色衣服的衣服呢 就真的好像以前我们看圣经故事里面 那些犹太人穿的服饰 那这个可以有两个问题的考据啦 其一就是他们这种仪式呢 是不是在那个传说之前 就是爆出来之前已经有 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没有割包皮的呢? 我又没有查到那么仔细 这个我都认为应该是要查的 因为如果证实 他们连这个这样的习族都有呢 那就真的很有机会呢 是 犹太人的 是的,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去 但是也就是这样啦 大家不要觉得一定要去拿个男的小孩去割掉 可能是做一个简单仪式的 是的 就是可能在那个小孩的包皮那里 就是画个圈 是 不一定一定要真的去割的 没错 因为不是每一个小孩都适合画上去割的嘛 可能会影响到他下半生的嘛 所以这个习族我都认为是重要的 所以我之后会再调查一下 究竟他是不是会这样做呢 另外呢 当他们举行这个祭典的时候 他们会唱一首歌 但我就不知道他的首歌是什么意思的 那么那个歌的名字是什么呢 不是日文来的 但是又不知道是什么文 叫做Naniyadoyara Naniyadoyara 那他那个歌呢 到现在呢 就未必有一位历史学家 可以完完全全地去说到 那首歌歌字是什么意思 但是有些历史学家呢 是认喜伯来文的历史学家呢 他们就大概会查到 咦 他这个发音呢 好像喜伯来文有一句就是说 赞颂唯一神的主 我把我地上的荣耀全部都献给你 就是类似一个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这里又多了一个叫做 可以被人考据的说法 所以呢 令到这件事呢 疑幻疑真 到现在都好呢 成为当地其中一个很著名的景点 嗯 即是日本人很多都会去看看 是啊 因为始终呢 如果我们撇除了这样东西之外呢 其实它是一个窮乡必让的地方来的嘛 所以呢 如果一个窮乡必让的地方呢 如果你想为当地带来一些经济的活动呢 就只能够在这些地方呢 就要加一些神秘的色彩上去了 譬如像现在我们香港那样 没有什么游客的 那不妨呢 都可以用一下这些类似的话题呢 可以吸引一些游客回来 所以我们就在华富邨港这个UFO的博物馆 这个也可以的 那这个是真事嘛 是吧 是 那你不做 那大家就坐在那里 其实很多事都可以做的 没错 没错 香港有很多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上个星期说 四大猛鬼桥 你不在那里有 是啊 上个星期我都记得回我们说那个 那个大埔那个 那个湖呢 就是那个有水的那个 那个地方叫什么 新浪潭 是的 新浪潭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地方 不是 你最好就是在小熊书那里 呼吁 晚上十二五钟拍见 那你来的游客 就是中国来的游客 到来的游客 就深夜去新浪潭 十二五钟 在小熊书 那么好的景点 大家在小熊书就不用靠政府了 例如猛鬼桥 例如达德学校 例如罗盆村 这些没有人 那现在就叫小熊书那些人 有空就下去 最好就是深夜去 是啊 打卡 看看你有没有那些很神奇的遭遇 那些游客 哇 真是恭喜你了 拍一下拍到其他东西出来 那就好 是啊 就是香港才有的 是啊 是啊 日本好像有 日本都有 但是怎么说呢 始终对于他们来说 香港的逆去 哦 但是我提到我话想问你 日本有没有人拍拍其他东西 有很多的 其实日本都很流行 所谓的灵探 专门去一些荒废的医院啊 荒废的酒店啊 或者是荒废的学校啊 或者隧道 隧道都不少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说日本的鬼很喜欢躲在隧道那里 所以呢 有很多人为了谷过修舍和夏天 始终在日本一旦去到夏天 就是讲鬼故的 所以他们呢 就会去那些地方呢 现场拍摄 譬如在后面弄些光啊 弄些声啊 或者你看那个影 那个影子会动的 那你就会很害怕的 那些就没有收视了 哦 那有没有拍到一些相片 在网上看到 就是拍到其他东西出来 呃 但是我经常觉得那些很流 有啊有 真的有的 譬如有些红色光啊 紫色光啊 青色光那些 我是讲的那些 在后面那些 那些啊 呃 我经常觉得是几乎的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 可能我看了很多日本那些呢 我觉得那些是 那些是怎么说呢 消暑节目 看来你不会害怕 你就觉得啊 是啊 你都做得挺像的 啊 但是当然 在那个节目里面 那些人就全部都交足功课的 哇 好惊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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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就尖叫 男生就走啦 走啦 好有趣 好惊吓 好惊吓 就是这个耶稣母 没错 那如果去这个地方呢 我们怎么去呢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应该就要是自己 开车去呢 就容易去很多的 因为本身这条村呢 就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公共交通工具去的 喂 我想搞清楚一件事 到现在日本还有一些地方是没有路去的 很多 哎 不是没有路 是没有交通工具去的 喏 因为我们香港很小的 很多地方都有巴士 小巴 的士 都去到的嘛 的士肯去啦 的士肯去啦 但是这些这么偏远的地方呢 你的的士是要预约的 就是说 我搭 我当下 我搭10点 中班火车 去到 不知道哪个车站 嗯 然后就叫那个的士司机 10点05分 在车站的门口等我 我就叫什么名字 就叫他去接我啦 然后我就在当地的地方 可能是 看一个小时的 就叫他等我一个小时 然后就车回我去车站 其实这个就是包车咯 接近的 是的 包一辆车去 因为这些地方是不会 有一些交通工具 是可以去到那里的 但是我想理解 如果是这样 他们怎么生活化呢 譬如小孩读书 或者怎么样 他们不出声的 开车自己 我一定有车 等于我上次去鹿鱼岛 去黑醋厂的 那我沿途那几个钟 我都有留意 我去到 看到老板娘我就问他了 提外话 为什么好像未见到 你们有巴士站 或者的士的物体 没有的 那些都没有巴士的 全部自己开车的 哦 我是吗 没有车便不行 没有人没有车的 哈哈 但是你有车 你到一年多 其实你都未必 开车 是啊 那到其时 你是不是不约一脚 那就要靠年轻的人去车你 哦 如果年轻的人不用上班 就说 是啊 年轻的人都要上班 但是我想如果是这样 他们上班都不是出去的了 都是维持回去的 都是在社区里面 都是在社区里面 那这个挺有趣的 即是说日本到现在 还有一些地方是这样的 很多 真的很多地方都是没有交通工具 因为就算这样的 除非这个景点呢 是很多人去的 那它就会有一些专线巴士 或者的士去的 但是如果你想想 一年里面 都是只有六月 第一个星期日 才有一个祭典 那么如果你搞一条线 在那里基本上是虧眼的嘛 嗯 所以就好像之前我们说 有一个地方是零池牆的 嗯 那个地方都是什么的 都是要夹合一段时间 才有一些 一天里面只有四班 五班的巴士 有得去就算好了 那些要包车去的 是的 但是如果这里就没有了 是啊 是啊 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些机会 没错 那除了耶稣墓之外 还有没有摩西墓 是的 那摩西墓就在另外一边 在叫做石川园的地方 石川园就是在哪里 东京一直向着西北走上去 中间经过什么 新式园 再上去 接着就是石川园 石川园当然最出名 就是金泽 之前跟台长讲过 这个是著名的地方 是啊 所以台长你将来 除了京都之外 金泽 我都希望你去那里 兜个圈 都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到 因为直到现在来说 都是比较富裕的人 才会住在金泽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 这个帆 本身是一个很有钱的帆地 那些后裔很多时候 都是留在那里 有田有地 所以呢 他们又不是太热冲 搬出去 东京都免得 是的 所以留在当地 所以你会看到当地 都会有名牌的服饰 名店 那就是没有改错名 金泽 是的 金泽这是一个好的地方 所以人和地方 不要改错名 这个很重要 譬如假设 你懒人 那些不好意头 名字又坏 那些意思又坏 人家永远都记得你坏的东西 就不会记得你好的东西 所以呢 改名也很重要的 是的 金泽那里 有一个地方叫做 乳 乳毛的乳 跟着有个金字 口接 好像一个作字 那个字 这个是乳金棍的地方 之前我们有提过 有一个叫做UFO景点 其中一个叫做UFO博物馆 那个博物馆正正在这个棍 是的 以前在苏联射过上太空的 一些火箭的残骸 有些太空人穿过的太空衣 有些小灰人的模型 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景点 但是当然你要是UFO爱好者 你才会享受到那个地方 但是如果你去到这个地方 就起码有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摩西墓 另一个就是UFO博物馆 那怎么解释 有摩西在那里 好了 他也是说他自己 凭他自己独有的调查方向 就查到当地有很多 疑似希伯来文的点值 还有在那个地方 是零零碎碎 有一些用石造的建筑 是像那个 所罗门殿 是的 所罗门殿 它是一个宿世版 当然我看那些图 我觉得它不像 所罗门殿的宿世版 只不过你说 如果那个城墙 其中一个角 有点像这样 你问我 我完全看不出 它跟那个圣城 会有什么关系 不过大家留意 其实日本是有石阵的 是 日本都有一些 铺满了一些很大型的石 的地方 那些可能是一些能量点 是 没错 它们有时候做些结界 好像一棵树 一棵树已经很大棵 而且旁边有很多构石围 这些应该不简单 那些结界来的 但是当然 它往往 如果刚才我说到 日本很大的神木 围着那些 你都很难走过去摸到的 所以只能够 远观 拍一张照片 是啊 但是问题 就是日本 对于犹太教 犹太族 他们成为独钟 所以在日本 其实有一件事 都很轟动 不过外交 可能不说 就是日本有一个 我忘记是哪个地方 不知道在欧洲哪个地方 的一个外交官员 嗯 就是当时 去到犹太人 他们要 涂懒的时候 这个日本的官员 好像舒特拉那样 是 是做了几千个的Visa 是 给他们去到日本 走了 是 结果我会知道 因为后来 在美国 大家知道 芝加哥有期货市场 是 期货市场 有一个CEO 其实就是 走到这些人的后代 所以他们特别看这件事 不过 就不像舒特拉 舒特拉特登 事不保 会拍一段 这样的故事 但是日本 可能没有怎么看这件事 是 比较低调一点 但是他最多会说 为什么日本可以 有很多疑似 是犹太的遗迹 或者希伯来语 和日语之间的 那些名秘的关系 会提一下这些 但是刚才所说的一件事 在主流传媒 就没什么怎么说过 因为他们有个传说 就是日本人 其实有一部分的日本人 是犹太人走失了 其中一支 其中一支去日本 没错 但是犹太人走失了一支 其实有一个很肯定的 就是去了埃塞华比亚 所以就 不是传说 不是传说 因为他们确认了 那些人可以移民到以色列 是 因为在埃塞华比亚 在大概几十年前 他们有内战 是 那时候 在他们境内 有些是认为 就是说他们自己是犹太人 那么以色列 政府就要查 究竟他们是不是犹太人 真是犹太人 就像刚才你说的 他们的习族 很像以前的犹太人 但是犹太人的习族都分了很多期 是 譬如 哇 真有趣 这里 他们是 星期六休息 不是星期日 就是 就是 做到第七日的时候 他们休息 没错 但他们就不是星期日 是星期六 那还有譬如那些的阁礼 就是那些的阁礼 那结果这件事 就搞到 以色列是用了军队 和特工 救了这帮人 有分有几个 所以不是黑的那些人 黑的 黑得很紧要的 哦 直接是非洲人 因为他们的信仰是犹太教的 有这样的元素 所以他们后来救了 那个 Operation Moses 摩西行动 是 后来有一件事很搞笑的 就是 Netflix一看的 就是叫做什么 我忘记是不是 Red Resort 就是 当时他们要救这帮人 就是 阿债比亚这帮 的犹太后裔人 的时候 因为打了耐浅 有些特工 去了 红海那里 开了一间假扮的酒店 去接这帮人 他们都很细心 就是 就是 会用很多不同的偽装 去进行 大心几乎被人踢爆了 哈哈哈 其实是 假的 一个resort 是 那帮难民 去到那里 他们就 找船 接他们回到以色列 是 那刚才你说 他们有很多 就是以色列的特工 是全世界出名的了 就是 他们是 很多东西 你觉得 搞不到 他们都搞到的 甚至我 我怀疑香港都有了 以前我的工作 总公司一听到 end user 是跟以色列有关的 就很紧张的了 为什麽? 一大份表要填 就是要确保 那个零件 是不会用在武器 武器里面 包括核武 人造卫星 什么 偷听那些 sitting 的设备 要填很多东西 那我心里白痴 你这样问人 请问你 这个会用核武那里 没有 你是不是用人造卫星 没有 或者监听系统 没有 这样 你一年会用多少 不知道 你持续性有多少 我又不知道 接着 那不就拿回这份东西 去跟日本那里 拿换 你要明白这件事 你听起来都很笨 但你和美国佬交代 是 这些是门银功夫 但是 做了有什麽事的时候 不关我事 我问过他 这个责不需要他做 所以这些事 就不要说人家傻 但是这些 就纯粹是一些表面的工作 但实质里 大家都不知道 偷多少东西 如果以我的了解 不过不知道 就会被德国暗杀 他们说是做洗衣机 然后就和你买这些零件 但他不会买得多的 可能是买一卷 我们觉得零件是一卷卷 可能和你买一两卷 那大家就很交差 我又不会用你用得多的 一年用两卷 在洗衣机那里 价钱是多少 通常这些客人 当时我会想到 嗯 是不是应该有些神秘在后面呢 那你应该转研一下这方面 而且在大陆 是 是 我告诉你 以色列的特工 是无处不在的 是 在你最后 可能荔枝角都有 没有 你真的不要说什么 你真的觉得 犹太人那些特工的能力 是非常之厉害的 是 但我不知道日本 日本多不多犹太人 多的 多的 为什么你会知道 因为其实呢 他们日本有很多不同的城市 是和以色列有很多不同的城市 是有什么姊妹城市 是友好城市 嗯 应该起码 如果以我所记得 应该都有五六个 嗯 譬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石和田这个地方 摩西墓附近那个 真是以色列拜他 是啊 不是啊 不是轮到你不信 我是以色列人不信 是啊 以色列人还要那个 总领事 去过那个地方 考察过 我真的觉得你这个石堡仔 就好像我们的圣城 其中一部分 啊 所以我认证了 所以你们可以对外奸说 这里是和犹太的经典是有关的 所以你想想犹太人是多么 厉害 当然了 如果我们研究得多这些节目 就是有关神秘的 这个世界上很多操控 都是在以色列人的手下 你不要说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现在都不是一个犹太人的代号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 这些阿拉伯 是 如果你说正确的就是犹太人 犹太人 犹太人 甚至犹太人可以犹太裔 可以用美国人 没错 他们的影响力很厉害 但是你说这个 我才知道原来日本有很多犹太人 多的 所以看看将来有没有机会 我找对些书 可以说一下有没有一些很特别的建筑 或者是一些人物的关系 一些比较传奇的那些 是会和这两边有关的那些 可能都可以做一个话题出来 等大家研究一下 其实我最兴趣的是 日本人和罗富齐家族之间有没有关系 不过如果我纯粹从现在的经济角度去看 都是被罗富齐家族控制 不是 我们不可以说得这么空泛 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日本打了两场很重要的战争 一场甲午战争 一场是和俄罗斯打 他背后第一件事要做是籌钱 军费是哪里来的呢 其他军费是哪里来的 是美国借的 高桥是清 大家可以查一下 就是他后来拿了军费 就是他跑去跑去 我记得了 有一集我们讲日本的新银子 其中有一个纸币 不好意思 因为我没有做功课 有一张纸币 就是说 他是他开创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 他都要有钱 有这样的能力才行 就是有一帮美国人和犹太人去支持他 是啊 他才做到日本央行 很聪明的 你想一下 为什么一边会输 当然满清就废了 但是日本当时很穷 基本上买军舰他们都没有钱 当然你说日本天皇 他要是吃一餐 但你吃一餐 你真的不能买 没用的 只有一个天皇 他们很聪明 就走了去 量钱 就是负行债券 是 这条条片我认为 我觉得不是日本人自己认为 就是犹太人 其实他们在美国 他们看了金融市场 然后他们知道 未来要买到哪个国家 那个国家 后来就会和人打仗 还有打赢仗 打赢仗 有赔款 就可以还钱 还钱 还钱 我们为什么要说 就是说 可能当时百多年前 这种现象 到现在还发生 大家可以留意 大家可以 如果觉得这个很有趣 你研究一下高桥市清 就可以问美国是谁 那就是Astor 是一间专开酒店的世界 高桥市清 是非的是 是 就是清水的清 是的 哦 即是他家人都想他 即是比较 即是怎么说 不是 日本人改名 日本人改名是很好 如果说得好 是 你可不可以听过 叫小松大刀 小松 哦 九龙大刀 是啊 大刀 就是乱马二分一 小松大刀 真的有这个人 是吧 伊藤博文 那名是可不可以听 是可不可以听 我想大部分听众都会知道 是可不可以听 好听 是的 有些真的有回到那些 不要说伪人 人物的名字也是有回到那些 是的 不是得罪人 不会说小什么大什么 除了一些事之外 是啊 三上游画很好听 三上游画很好听 不要 就算不好听也好看 那三上游画 我想这个是名字 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原本的名字是鬼头 是啊 是啊 而且样子也不是这样 所以 最近有一个好听 河北彩花 哦 那个就比较懂得做那些 门面功夫 不是 我只是说个名字 我不知道是谁 如果是河北彩花 是贼 哈哈 是的 特地在河北出门 所以呢 河北省的那些姑娘 就要注意 是 是的 也是证明 在我们主线讲故事的部分 差不多到这里了 是啊 那今天呢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 那我们首先要再一次感谢 支持我们一些健康产品的朋友 尤其是那一款骨胶原呢 基本上每天都听到听众上来查询 或者订购的 那 那 我上个星期四呢 和那间厂 也是老板娘的 这个 我想说呢 我们现在 采购应该有超过150间 日本的供应商 最少有四成都是女性来的 哦 那些女性呢 你听她说话 你就知道 不是一般那些女士 就是个个都怎么说呢 就是经历无数那么多 就是那些经历啊 你看到她说话很小故 那些 就是 就是做惯生意的女士 那位 社长就跟我说 他说原来J-lead 那个六岛六角 就是我查过危机了 那就连续拿 就是分别赢了五届冠军的 就是在J-lead的历史上面 原来她们的正选后备呢 全部都是用那一款骨胶原的 嗯 是的 所以证明呢 有一些比较出名的团体呢 都是认定了她们的功效的 那当然啦 如果以客人的查询里面的问题来说呢 原来起码都有一半呢 是比较关注头发的 是的 那当然啦 很多网友就WhatsApp我啦 我当时也对 Sak naked 正好想看你去洗头的那一部片 我拍了就 真的完全没问题 但我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什么呢 因为我暂时都是 我还会 我改用了 我怕效果不明明 是的 我只是剩一个白头发的 暂时也怎么说 是 或者怎么说 三个星期就要剩一个头发的 所以呢 我刚才和台长商量过 那你得到台长的手衡呢 那台长会帮忙 总之这些产品是台长用到不用为止,我们会继续赞助给台长用的 你还要说给原厂的东西 知道了,我知道了,下次带你去吧 在哪里来的? 那间厂在红本 又是红本? 那间厂在红本? 不,我觉得可能是刚好他们的缘,一次过发几十件事过来,给我们香港的厂商选择 那讲开,他就说如果想用得,效果很明显 但是他就说,这个大家要小心,要使用那个份量的 就是说如果脱头发脱得很厉害,或者头发很脆弱,什么叫脆弱呢?很容易折断 又或者很多头发生出来,新头发都是灰白色 那当然了,年纪大了,当然灰白色是这样的 这样是可以在服用的时候,用多些份量 但是这个时间不能够长的 当你每一天,譬如,每一天服用三十毫升的时候 再加上,混合洗头水,去洗头,按摩头皮的时候 他就说大概是两个月之内,你就会很明显见到自己生出来的头发 是跟自己先前那些是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头发生出来是粗了,强硬了 而且黑色的黑得利是很均匀和亮的 有光泽,是的,这个是跟未用之前最大的分别 但是他就说这一款产品给人最大的信心就是什么呢? 他说当你服用三到五天的时候,皮肤最明显望 很有光泽,很有弹性,感觉到尤其是四十岁以上的黑人 会感受到皮肤是会平均年轻,十五年以上 不是我说的,现在还在翻译那一篇文章 但是他给了一篇文章给我,告诉我 他们集合了几十万个客人,用了之后的一个评价 他就告诉我,大致上是怎样怎样怎样 除了喝水之外,还可以怎样用呢?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主妇 他有很多不同的使用方法 他说最好是怎样呢? 放到面市汤那里喝 所以是可以拌到很热的东西那里 他又介绍他们公司的产品的长处 原来市面上的骨胶原一遇到热,就会走样的 但是他这款是不会的 所以他们的使用用途,就会广阔过别人 他除了混豆浆,混牛奶,混水,喝之外 还可以混面市汤,进去拉面 甚至乎他说,如果不吃拉面,吃杯面也可以 哦,杯面就不好了 对,你问我,我心思的 他说任何炒面,炒饭,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自己喜不喜欢这样吃 那你有没有试过那种味道? 因为我那两个 sample 立即被客人卖了 所以我二月到九月十我和我台长 我们会平衡这样用 因为我家里有我妈,我妹 你又经常拿我妈 那是因为他真的很想用 那我们大家会一起用的 尽管我们要交流一下 我们用的时候的效果是怎样 因为如果你问我,我最想去补我自己的什么 那些膝头的脚跟的那些教位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走路都走得多 嗯 因为在香港都经常去见客 又送货 之类之类 那去到旅行都是不断狂行的 所以我的关节就很重要的 但当然了,在头发那里 我自己本人都很兴趣想知道 它的效果有多好 以及有多快 所以呢,大家少给多少少耐性 9月10日左右 第一批货 即是说现在这个龟交园 很多人想使用 是啊 那当然要顺应市场的需要 那这个反应给日本那边的厂家 很多人想要麻烦他们 就不要那么慢 做事就爽手一点 我就想台长你拍完那条片子 就给他看一下 是啊,这位先生 我觉得是这样 to be fair 你要试试 告诉他 就是在香港 我们有网台节目 嗯 有的 我们有网上的平台 是 那我们现在呢 就帮你去做一个推广 是 那推广的原因 不是说我们想得到什么利益 而我觉得呢 凡是有好的产品 在现在这个世代 我们有责任推广给其他人 没错 正如郭博士说 是 是 所以 你很强调这件事 就是我们去做的时候 是随着一个动机 是 那个产品是好的 我们想要多人得益 想要噴一下水 我记得郭博士上一集 他那个不是 他不知道噴的 他有祝福的 他有一段咒语的 那个就不是你做到 哦 你听到他说 他说的是巴里文 是吧 那你就不要测试郭博士的图 你告诉这位老板娘 是 是 我们现在很诚心 就是希望在日本 找到一些好的产品 好的产品 是 就是帮助香港人 他们现在 有没有那么开心 是不是 那不开心 你的头发会掉的 是 那我们想去开心 呢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嗯 那我们也是去推广 这个开心香港的 没错 所以呢 政府部门 希望你可以 政府部门 是 支持我们 梁锦祥频道 和小弟 这个水德堂 可以给我们资源 继续搞到香港开心一点 是啊 不用搞事才会开心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我们不讲政治 我们从来都不讲政治 那就真的麻烦你用日文 知道 我有的 因为其实呢 应该 上次哪个上来 有两位听众上来 他亲眼看着我 怎样 因为通常我有另一个日本人上来 陪着我一起 跟不同的厂商 去面谈 那两位听众上来 看到我全程这样说 大概还有十五分钟左右 他很好奇 你跟哪间厂商 聊得那么开心 就是跟我跟郭教园的厂 因为其实呢 真的不同的厂商 有不同的老板 有不同的风格 有不同的风格 很多都很正经的 打完胎 这样坐在那里 哎哎哎哎哎 就是这样的 那个老板就不是很谈笑风生 令到你没什么压力 你很愿意说很多 你生活里面的细节 譬如说 譬如洗头 怎样用力 什么大压力 他会问你很多问题 脱头发有很多原因的 你要问清楚 譬如如果一个毛囊 如果毛囊 已经不能够运作了 所以叫做死了 那这又是另一个办法 又或者如果他压力大 究竟他是哪个压力大呢 就是他很仔细 又很细心那一款 所以我下次呢 我都要再加两千肉筋 就告诉他们 我很感谢你们 有这些产品给我们 那这个顺带一提 这一款产品 正式供来香港呢 小弟水一同这里 是至此一家的 嗯 外面有得卖 卖得比我们一卷的 那些呢 那些就不是直接跟他拿货的 嗯 那他怎么拿货 那我不知道了 老板也说不知道 嗯 他说卖出街的货 譬如解释 他跟ABC做生意 他只是跟ABC谈的 嗯 那ABC做的货 卖给谁 谁又再批上去 那他说他就理不了这么多 哦 就是有很多中间的 层层的重叠 是啊 那我们这里就理不了这么多 但是他说你放心 我们是直接对应的 所以你遇到任何的疑问 是的 遇到任何的问题 你都直接找我们 那就可以了 得到老板娘的手术 那我们当然有信心了 嗯 好了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很有反应的一个产品 那第二个产品呢 就是之前节目没有讲过的 那我们上一集 讲完那个洛酸菌之后呢 就有很多听众来问 因为本身的价钱都是比较相宜的 所以有很多听众呢 就已经订了 9月10号翻货 嗯 但是呢 他同一间厂 有另外一款产品 就上次还没讲 因为我打算留下这次来说 而且下一集 和Leo讲鬼谷的 都会有份讲的 因为Leo呢 不知道为什么 讲鬼谷之后呢 就对这个产品很有兴趣 嗯 就在一个访问的过程里面问我 那究竟这一样是什么的产品来的呢 那现在我就打开那个产品了 那这一款就叫做呢 舒缓眼睛疲劳的一个补充剂 那这个舒缓眼睛疲劳的补充剂 它有什么这么本事呢 那如果我们看开那些湿平云的那些产品呢 通常啊 它在乐天 在亚马逊买得好 那它就告诉你 那现在连续几多个月 销售No.1 最多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种牌子呢 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是拿到一个叫做Monday Selection的金奖 嗯 是由2019年开始 2019 2020 2021 2020 2023 都应该都是它拿的 听说 那它呢 就是少数的失调物 是可以拿食品的金奖的 那为什么它会拿到那个金奖呢 那原来呢 呃 自从这个智能电话 和电脑呢 那个技术很发达的时候呢 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 都放在那个地方 那结果就会造成我们的眼睛 那个负担就很大了 在未做节目之前 我问过台长 其实如果我们不看手机 不看电脑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累不累 台长都跟我说很累 累的 我现在都开始势力衰退了 以前就看一些细致 没问题 现在开始看细致 开始眼睛的 台长比我强的 因为台长大了 因为台长大了 我基本上跟他差不多了 所以要想办法 去帮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了 那我们这款产品 是适合一些什么的朋友吃呢 眼睛经常感到疲倦 使用电脑和手机时 视力开始感到困难 就是好像现在我们这样 就是这样的 长期使用手机或电脑 担心眼睛受损 这个都不需要担心的 事实上是会受损的 为什么Leo他这么有兴趣呢 晚上开车时 因事力问题感到不安 有开车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 香港的路 以前我经常觉得 我们香港真的很有钱 为什么呢 半夜的灯都开得很足 但现在我就未必这样认同 那些路的灯我都没有开得那么多 很简单 政府现在开始感受到经济压力 是啊 所以开车的灯 我都在某程度上可以理解 那可能他们又在相应 林初英的呼吁 環保 那就不要开了八分 好 阅读文字时 开始感到不清楚 眼睛经常出现干劫的现象 如果有以上这几种症状的朋友 那就可以考虑 试试我们这一种 我们就叫做 保眼力的舒缓眼睛疲劳的一个补充剂 那这个补充剂 它最大的成分 叫做叶黄素 那原来叶黄素是我们的那个 视网膜里面 其中一样最需要的一个元素来的 那原本呢 在我们摄取食物的时候 尤其是西兰花啦 菠菜啦 椰菜花这些物体 就有的 有的 但是我看回它的份量 原来要吃一次 它吃25棵 西兰花 这个我觉得可以说一点 就是 大家很奇怪 譬如说现在我们吃东西这么多 那为什么 常常说我们要加那个补充剂 或者维他命呢 那个原因是因为 现在食物和我们以前不同 其实很多食物是加工 是的 或者用农药 所以导致 很多原本它有的一些维他命 或者一些重要的养分 就没有了 这个是为什么现在 我们吃得那么好 吃得那么多 反而大家的体質是比较差的 是一个原因 还有我们身体不够酵素 不够酵素 去将它的食物应该有的营养 就变成了 我们需要营养去吸收体内 当然还有一件事 这个是难的 我们每一次 我见到台长 台长都会带些很好味的水 自己喝的 如果你说他现在喝这个牌子 我也是认同 这个应该是我喝过这么多水里面 其中一只最好 五款里面最好喝的 那款来的 你喝得出过 一喝过就知道是他 是的 尽管 我有个日本朋友 他去这个地方住过很多年 他说在飞制是没有一间水厂 是生产水出来的 他说绝对不是他们自己的地方出的 但是你不要理他是不是那个地方出的 我觉得他的味道是有别于其他的地方 所以你问我 如果我不计较价钱呢 我想每天都喝这个水 是的 那又不是很贵的 但如果一天到晚 整家人这样喝就不是便宜的 那你便自己不要喝给子女喝 嗯 也是的 等我再改善一下 那些环境 再给他好一点水喝 不然水是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是的 所以我们为了 要去改善新增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要找些补充剂来试一下 那这款呢 我原本是没有看到它 不过我是有跟日本那边说 我要一些对眼好的失调文 我希望你介绍给我 那真的 不知是吸引法质也好 怎样都好 那厂就 把所有资料都给我看 那我一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适合 第一个价钱不贵 第二 在日本的风评是那么好 每一年都拿金奖 而且最好是什么呢 还没在香港卖过 他说他现在在新加坡 海外来说 新加坡的单位是最大的 我心想 新加坡人比我们更少 但是为什么他说出口是最旺盛的呢 所以这个也值得深究一下 Anyway 这款呢 回来 我想可能我会 将它的位置排在 洛杉菌 同等的位置 洛杉菌 我一定会 因为每个人都要吃的 但是因为我现在 我的眼睛都觉得 就算我不看东西 在巴士上也好 就算我躲起眼睛休息 我都觉得眼睛很累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想 试下一些好的失评云 可以帮助我的势力 就不要衰退得那么快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呢 他是有效地可以 有机会预防这个 黄斑病变的 因为呢 就是我家人呢 就试过黄斑病变了 要做手术的 做完手术呢 就不是做完手术 就用沙泥掩着眼睛 一会就好回 所以你连在床上休息也好 都不能够这样养饿的 要爬着 要爬着 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 又要无数多次复诊 才可以完成了那个病 当然做完手术 经过一轮休息之后 都可以回复之前八九成的事例 但是自此之后呢 我家人就好像 对看东西来说 始终都不得心眼熟 所以呢 我都会给这一款失评文 去试一下 希望它可以在 那个洩率方面 会再好些 好了 介绍了两款失评文之后 我们都轻轻介绍一下 小小产品 我们就完结今天的节目 好了 月饼仍然都是 接受大家的预订的 第一批那个数 就差不多门额了 希望呢 我们九月中 还会有第二次的 希望呢 大家 踊跃去订购 那现在推出多一个优惠的 那因为有很多听众问我 呃 我一定是会支持你的啦 但是一开始 我又不敢买那么多的嘛 万一我不喜欢吃那只味 那就不好 那都对的 那所以呢 但是呢 我们这个是有得计累积的 总之呢 所有听众 在加单的时候 总之你买满了六盒 就是譬如说第一次买三盒 第二次又买三盒 就是两次加六盒的时候呢 就免费送多一盒 就是无求呢 我订了三百盒 就可以完完全全 不要过期 不要浪费它 那就可以大家都过一个 就是很愉快的中秋节 所以啊 未订的朋友 又或者你已经订了 知道有这个优惠呢 那我相信大家都会 都会有一个正面的作用的 那 那另外呢 我们有些新的补货 就是我们我们喝过的 之前 台长有没有印象的 有 啫喱的那个煤酒 就是你搓它的时候 就会变成啫喱 很有趣的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清酒 有很多分别 是比较神奇的那个味道 但是由于我们时间不是太多 我们就不能够逐个逐个去详细介绍了 那还有 我们看到一支全黑色的清酒 之前我们年头的时候呢 我们介绍过一次的 都是这间里鱼厂的酒厂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七黑帝王 超新厚 啊 就是这间里鱼厂的酒厂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那个度数是正18度的 那就是说呢 呃 假设我们刚刚吃完过去一口 嗯 你喝完一口之后呢 之前的那些味呢 清了 清了 很干脆利落的 所以呢 这支七黑帝王呢 238元而已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试一下了 那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祝大家下个礼拜啊 就有阿尼奥啦 是啦 还有其他的嘉宾啦 没错 那我最终想补充呢 就是日本的衣服品呢 这些衣服品呢 这些衣服呢 其实大家心目中都知道 是一个品牌来的 是 就是对这个日本出制造的 这些衣服品呢 大家的信心基本上就到了 那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那样东西 是对的呢 就不妨真的试一试 没错 那我都会伸你力行的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样好呢 我都自己想试一下 那看到我的版 如果是有进展的 那大家就更加落实了 其实大家都看到台长的健康 是由去年的年中 到今年都有一个很大的 那去年我病过来 那去年我病过来 那就有很多不同的周折啦 那大家阿Lawrence见到我 那时候都很脆脆的 所以譬如我们见到之前 台长有过这样的情况 但是之后隔一段时间 就可以回路回 可能未必去到百分之一百 但是九十八 九十七就一定有的了 所以呢 我们如果遇到一些好的东西 都会介绍给大家的 是的 那大家下个星期 记得收看《清早神秘学》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台长